現在呢進到簡報第58頁 我們來玩一下光明電阻 那這個部分因為已經內建在我們開發板上面了嘛 所以其實你就不需要說額外再裝齁 那你看我們家的飲水機 上面也有這光明電阻 有看到嗎 有齁 你知道嗎 這樣子有了之後 就叫省電奇蹟了 因為是不是多做一個開關去控制什麼 如果今天這裡沒有人燈光是暗的 他就加入不要加到這麼多嘛 你應該知道 家裡面也好學校也好 最耗電的前兩名是哪兩個 飲水機 飲水機是第二名嘛 電燈 電燈應該不是最耗電燈 第一名是叫做冷氣 對吧 冷氣最耗電再來就是飲水機 飲水機 因為他一直要維持那個熱度 所以要不要用電比較多 要 所以我們這邊這個就跟那個道理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光明電阻 他在Smart上面這裡的光明電阻 他的偵測範圍是0到1之間 他要回傳素質 回傳素質 那他的腳位因為我們已經燒錄在上面就是用A0 這樣了解嗎 好 就已經燒錄在上面了齁 所以 我們就從這邊 這裡 這裡我就丟掉了 LED燈你可以留著沒關係 齁 你看那我要問一下各位 光明是屬於原件還是傳感器 傳感器 因為他回傳素質對不對 對 所以你要找這裡齁 好找到光明在下面 光明可變電阻 你就把第一個 第一個都是硬體啦齁 所以你要先把它丟進來 但是腳位是錯的齁 是A0 就AD齁 A0 這樣了解了 好我這樣有接出來之後 我要把它拿出來 先知道他有沒有偵測到 這個時候就不要用點鈴燈泡 我按文字就好 就是待會呢 我讓他把偵測到的數值顯示在這邊 好顯示在這邊 那你看我們光明 有沒有一個開始偵測這個積木 有 你把它丟出來 那丟出來之後 要怎麼樣把它內容顯示出來 把它顯示在這邊 這邊是網頁互動的 所以你就要找下面的顯示文字 好 來這裡就有顯示 好我要把它顯示出來 顯示什麼 你偵測到的數值 是不是這個 不對 這個啊 這是土壤的 好聰明 這個 有沒有 我要把它丟出來 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play一下 有沒有看到了 有看到了對不對 你有沒有覺得這樣數字看起來 比較可怕一點 請問是幾位數啊 你有沒有算看看 這樣到底大概幾位數 眼睛會花掉吧 應該有十幾個吧 對不對應該有十幾個啊 好 那這個呢 如果我們這樣看 是不是稍微不是那麼方便 因為它是取得0到1之間嘛 對 我們可不可以把這個放大一下 因為我們平常比較習慣 大概就是0到100之間 百分比的那種方式 所以 剛剛那個數字 小數點後面很多 可以先四捨五度嗎 小時候都學過 你看一下上面這裡 進階功能 對 有沒有叫數值轉換 有喔 這裡 小數點幾位 其實基本功能裡面也有一個類似的 數學是 有沒有一個叫四捨五度 可是這邊的它沒有到小數點 它只有就是 四捨五度完就整數了 所以我們就不用這裡 我們用進階功能的 進階功能裡面的數值轉換 那你就把它丟出來 告訴它 我要幫你轉換一下 但是如果你自己 0位的話 你應該知道最後結果只有兩種 一個是0 就不然是1嘛 所以你要給它 兩位數 這個時候我再Play一次 有沒有看起來比較沒那麼可怕的 但是這樣子還是小數點嘛 所以我們再多做一個 一樣是數值轉換 你們在看那個地圖的時候 應該都有看過一個東西 叫做比例尺 有沒有 有 有嗎 距離多少代表真正的距離多少 就是這個東西啊 尺度轉換 原子是不是0到1之間 我把它轉換成0到100之間 這樣是不是就放大了 所以我就再把它丟出來 丟出來 然後呢 小數點 取得兩位之後 是我原子的 所以我們再把他捏一下 這樣是不是就看到了 然後呢 我就來這邊 所以你知道我們現在的光度大概是多少了吧 如果我來這邊遮一下 有沒有變少 有 打開 那如果要更亮怎麼辦 你怎麼那麼聰明 手電筒拿來啊 阿不然我不能走到這裡嗎 你怎麼 我用行動電 為什麼不能走來走去的 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 是不是就看到數值變化了 對 但是呢 因為我們現在 老師 我們裝置比較多 所以等一下呢 要麻煩各位 因為 預設這個取樣太快 所以待會大家會變得很慢 來 我問一下各位 你們的 欸 那個 學科裡面 有沒有用過 毫秒 有 有 請問一秒鐘是幾毫秒 值得負三 值得負三 對啊 就是一千分之一啊 對對對 所以 麻煩你在這邊 在這裡 這個 在這個地方 你把它換到250或500 就不用那麼快 等於500毫秒 是不是0.5秒 就偵測一次了 預設50是0.05秒 所以有點快 因為等一下 我們大家一起用下去 你會發現為什麼 他們不會動 所以麻煩各位 第一個 這邊都不用勾 這邊都不用勾 你就把這個先換一下 然後呢 第一個 先把硬體先解決 是不是先找到這個 對 找到之後呢 你再開始偵測 偵測之後的內容 你要把它顯示出來 就把它換到顯示文字 然後呢 在進階功能裡面的尺度轉換 這兩個 還給你呢